儿子带我去吃韩国烧烤 有这个青菜 然后还有这些配菜 这个是马铃薯片 马铃薯条煮熟了的 这个是蒜米 这个是长角豆煮辣椒 这个不知道什么香菜哦 煮那个 这个尝那个辣椒 这个是鱼片 这个是青瓜 还有薄鸡 这是夜市的饱菜 还有一盘肉 他们的辣椒酱 还好吃 儿子又在烤肉 这个是自助产来的 一个人头呢 就是一个人多少钱呢 我的儿子不跟我说 他说你吃就好了 所以我就只是吃罢了 这个是鸡肉来的 但是我建议你们来这边吃哦 不要叫鸡肉 叫牛羊猪猪就好了 只有猪猪猪 只有猪猪 只有猪猪猪 只有猪猪猪猪 你就问我要不要吃羊肉 那是另外一件 哦 哈哈哈哈 我儿子说这里只有猪肉而已 其他都没有 他说另外一间呢 就会有羊 牛 猪 那些 这一家只有猪肉而已 还有鸡肉 但是鸡肉 它的肉很厚 我怕煮不熟啊 这个就是鸡肉 现在我们又再加那个肉片 我们现在加这个肉片 这我儿子不要加那个鸡肉了 叫这个羊 羊 猪 那些都ok 不要那个鸡肉 这个鸡肉 它要烤熟了 可以吃了 还没有啊 而且这个还白白啊 那个肉 要 要这样 烤鸡肉哦 就是怕它烤不熟 所以我才叫我的儿子拿那个猪肉片 这个烤出来很好吃 这什么这个没有椰子的这个哦 因为椰子烤出来有味咩 我喜欢有椰子过的肉类 我喜欢有椰子过的肉类 现在又加一个猪肉片下去烤 这个没有椰子过的 等一下我就蘸这个辣椒酱吃 这个辣椒酱很好吃 然后它这个绿茶可以添加的 啊 是理辣椒的 先理辣椒的话就ok了 没有理辣椒的话哦 不可以哦 一直叫水喝的话 两间间满满的 这个烤蒜也是很好吃 它那个酸的香味啊 很好 又很好吃 什么都没有放 然后只是放那个酸去烤 本来我也不懂的 我的儿子就这样子秤 他又叫我试 我试了之后也是觉得蛮好吃的 还剩下这些小秤 没有秤 我们只是剩这个酸 还有肉 这样子罢了 那边还有一块小肉 我们觉得哦 吃完这些肉就已经很饱了 我的儿子吃了很多盘这个蔬菜 突然融融了那个蔬菜